子宫内膜脱落引起肚子剧痛的原因 贾小文西电集团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实际上子宫内膜脱落 你说它引起子宫剧烈的疼痛 这种还真是不多见 除非是你这个月经呢 这一次呢 退后的时间很长 子宫内膜长得很厚 那么这种情况它脱落以后呢 它肯定有一个就是比较大一块的组织 那么它要往外排的时候 不太好排的时候 它就引起子宫的这种强烈的收缩 收缩以后你就有明显的痛 就是这种疼痛 所以说呢 不是子宫内膜剥脱你这种痛 还有一种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来立架的时候 痛经特别明显 你要到医院注意一下 看我们有没有子宫内膜意味症 子宫内膜意味症的时候 它是子宫内膜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子宫内膜是在子宫腔里头 这个腔膝里头的内衬 但是呢 我们的子宫内膜因为各种原因 它跑到子宫肌肉里头去了 甚至它跑到盆腔里头去了 我们把它叫子宫腺剂症 或者子宫内膜意味症 这种疾病的特点就是 来立架的时候痛经 特别明显 你要注意这个疾病 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到医院找一下医生 给你鉴别一下 专家提示 一 子宫内膜较厚 脱落后携带较大组织不易外排 引起子宫强烈收缩 导致疼痛 二 痛经明显 建议排查有无子宫内膜意味症 疼痛是由子宫内膜位移 至子宫肌肉内 或者盆腔内所引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